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94集 他们是谁 四评五福近身的话 秒杀同级别的其他体系并不困难 一套带走的操作可以实现 四评五福能有这般实力 依赖于两个条件 华晋和义 华晋其的舞者是个人体数的巅峰 别说李妙真 就算同为五福的许清安 遇到华晋五者恐怕也是处在挨打的状态 更遑论是修炼出义的四评 当然一个是天宗圣女 一个大凤银罗 两人都有后手和压箱底的手段 只是现在并非死斗的时候 四品舞者已是半会儿是杀不死的 一旦被对方纠缠 那么三人就走不了 解释其他密探和官兵汹涌而来 就无法脱身了 许清安不能暴露身份 儒家书卷和金身都不能施展 所以不能被四品贴身 咻的一声 李妙真拔高飞箭 直直的往天空窜去 避开了那根折转的箭矢 底下一道人影跃上了屋极 在一栋栋居民楼顶狂奔 藤月追击着飞箭 过程中那道裹着黑袍的人影不停的拉弓 射出一道道蕴含四品剑翼的箭矢 扶摇直上的李妙真被两根箭矢逼了下来 刚摆脱头顶的箭矢 忽停下方破空阵阵 数根箭矢击射而来 无脊上腾云的黑袍人 一共射出十三根箭矢 这些利剑宛如飞箭 从不同角度攻击许其安三人 蕴含着不射中敌人 绝不罢休的真意 李妙真宛如老司机 驾驭飞箭飘移 折转回旋 灵活的躲避一根根箭矢 但随着黑袍人射出的箭矢越来越多 三人被困在了由箭矢组成的大阵里 许其安一边为李妙真的车技喝彩 一边思考着如何摆脱地面上的追踪 儒家魔法术不能使用 石书和尚不能用 底下不知道多少人盯着 金刚神功不能用 这会暴露我的身份 天地一刀斩同样如此 许其安这才发现 自己学的东西还是少了些 不够花里胡哨 等等 不能施展儒家法术 不代表不能使用魔法术 他心里灵光一闪 念头闪烁间 他看见下方的黑袍人脚下的楼舍轰然坍塌 他腾越而起 欲空飞行到一定高度 炎剑就要力竭一根箭矢飞至他脚下 他就这样踩着一根根箭矢不停地升空 而过程中仍旧不停射出箭矢 不给李妙真喘息的机会 许其安皱眉 这应该是四品巅峰了 李妙真袖口划出一道俘虏 术于嘴唇 念念有词 而后猛的抖手甩出 俘虏在空中燃烧 火焰呼的膨胀 化作直径超过十米的巨大火球 犹如一颗太阳 熊熊火光照亮了下方的城市 让人误以为白天提前到来 许其安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扭头一看 照进的睫毛已经没了 头发也卷曲枯黄 我的睫毛肯定也没了 这 我的毛有什么错啊 全世界都在针对我的毛 想到自己现在的青皮头 以及刚刚离他而去的睫毛 许其安心里一阵的悲伤 李妙真秀发狂舞 单手伸出猛的一推 火球犹如陨石 砸向了黑袍人 黑袍人于半空中横移 踩着一根根箭矢 避开火球 任由他砸落 任由他危害城市里的百姓 并不打算阻止 李妙真眉头一皱 张开的手掌骤然握紧 轰的一声 火焰当空炸开 犹如盛大的烟花 一簇簇流火成圆形炸散 为等落地便已熄灭 抓住这个机会 黑袍人踏着箭矢 欲空而行 迅速拉近双方的距离 一旦让他近身 他有把握迅速重创李妙真 最不济也能把他从空中打下来 而李妙真能做的 要么是丢下两个同伴独自逃走 要么是与同伴一起成为困兽 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黑袍人 李妙真危然不惧 俏莲一副山崩于前 不改色的冷静 简直朝天低贺一声 轰隆 天空中乌云滚滚 雷声大作 翻涌的黑云中 骤然披下一道刺目的闪电 闪电速度太快 空中不是武夫的主场 这次黑袍人没有避开 被灯头砸中 滋滋的 闪电被无形的气罩挡开 细密的电弧在气罩表面游走 他鼓荡气急 硬扛了一记雷击 找尽脸色大变 这样狂暴的雷击 都无法阻拦黑袍人 以双方的距离 下一刻黑袍人就会贴紧他们 李妙真皱了皱 既然没有选择 那就只能落地死战 以自己和许清安的战力 或许有实力杀死这位四品巅峰的高手 就在这时 他听见许清安说道 继续飞 他没有犹豫 当即打消落地死斗的念头 甲鱼飞剑往上冲去 而这个时候 黑袍人就在几帐外 并以蓄力随时都会扑击而来 吃的一声 许清安抖手烧掉一叶纸张 用身体挡住纸叶的燃烧朗声说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肯杀生 黑袍人坐视欲扑的姿态猛得一僵 锐利的瞳孔转为柔和 战斗的意志烟消云散 内心竟升起忏悔的冲动 忏悔自己对眼前三人的追杀 忏悔自己以前犯过的杀孽 这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半秒 武者强大的意志便驱散了影响 这一切都晚了 失去控制的箭矢坠落 他只看见李妙真三人的黑影越来越远 迅速消失在云端 佛门 黑袍人似愤怒似无奈的南南 李妙真在云海之上飞行了一刻钟 而后折转方向 又飞一刻钟 最后脚尖一沉 带着两人冲破云海 回到人世间 刚才那个是郑北王的密探 天自己密探 赵进传音回应 有这番修为的绝对是天自己的密探 许音罗说的没错 我们果然被盯梢了 他露出了感慨和钦佩的表情 幸而有两位在 否则方才赵摩必死无一样 见识到飞燕女侠和许音罗的厉害 他对接下来的行动愈发的有信心 只要他们两人愿意相助 必能将此事传回京城 由朝廷降罪镇北王 半个时辰后 按照赵进的指引 李妙珍在一处山谷外降落 普遗落地 许秦安便察觉到有敌意的目光锁定自己 这是炼神禁物者的直觉 能捕捉周遭具备敌意的视线 念头 没有反馈出袭击的画面 这说明对方暂时没有出手的想法 许秦安不动声色的侧头 看一眼照进 后者微微汗手往前走了几步 然后模仿夜宵提脚 几秒后 山谷里传来同样的提脚声 两者频率一致 有过片刻 一道高大魁梧的身影 从山谷密林中走出来 摇垮长刀 背着牛角硬弓 典型的北京舞者标配 赵兄 你终于回来了 来人是一个落腮胡汉子 身高七尺 肌肉饱满 撑起衣衫 相貌粗犷 有着浓浓的北京人的外貌特征 他站在远处没有靠近 审视着许秦安和李妙真 他们是谁 这位是飞燕女侠李妙真 也是天宗圣女 至于这位嘛 他便是大名鼎的阴罗 许秦安 两位 他就是我的结义兄弟 李汉 是一位六匹物诈 背牛角弓的魁梧汉子 颇为谨慎 看着两人 你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 李妙真一拍香囊 一道道青烟鸟鸟浮出 在半空游动 鬼哭声阵阵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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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